6號早上10點 玩了這麼半天 剛過去一天 艾麗絲家人 天哪 什麼時候可以和漢克成為家人啊 好急啊 站起來 雖然 仿生人不用睡覺 假裝自己睡了一覺 至少雨停了 這點還是很開心啊 重新生活 艾麗絲好像還有一個操作 檢查 人家睡得好好的跟人家推醒 那邊有柴火 這邊還有個雜誌 今日底特旅 魔控生態園區 這個真的太邪了 這就是看一些假動物嘛 就和看標本沒什麼太大區別我覺得 其實這個訴求我還是蠻難理解的 動物難道不就是要看牠最活靈活現的樣子 一個加拿大拒絕放聖人 加拿大就不OK 還是拿柴火吧 昨天晚上怎麼沒看到這裡有啊 還害我去地上撿 很隨便的丟了進去 等待艾麗絲醒來 醒來之前倒是有不少事情可以做 看看雷夫小哥 已經不在了 不知道跑到哪裏去 這個顯然就是雷夫小哥 這個型號的小海報 畫了一晚上的R19 他刻的呢 啊 影院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上一會兒 鳥 這應該是真鳥了吧 已經死了 其實我不是很懂為什麼 雷夫這邊要放一隻死鳥這樣子 手錶 停留在了 7點52分 也不知道有什麼意義 還有一些鈔票 但說實話我不知道這個鈔票拿來有什麼太大意義 所以保險起見還是先放回去吧 沒用的東西就不要拿了 身外之物 離開 應該沒其他東西了吧 艾麗絲也是挺能睡的 遊戲機台 喔這個 這個看起來就是那天在那個 酒吧裡面 看到的那個小哥玩的那台大飛機的遊戲 看了一眼鏡子裡的自己 感覺這個仿生人的外型還是不太OK 感覺這個仿生人的外型還是不太OK 上去找衣服 這個時候就很慶幸 那天晚上沒有偷走那個洗衣房的小哥的衣服 就 不然就那個小哥真的是洗衣體驗太差了 洗完了之後啥都沒了 你們以為只偷裡面的嗎 不 如果要偷的話 卡拉會連他洗衣機以及他身上的全都偷掉 這點真的是太邪了 我以為只拿那個洗好的衣服 沒有想到把他身上的衣服也拿掉了 我覺得太溜了 這小哥也睡得太死了吧 你看其實到這裡就直接穿上衣服了 而且這套我個人覺得比小哥那套好看 剪頭髮 又到了我最愛的環節之一 走錯了這邊 走錯了這邊 就很剛好有一把剪刀 好 卡拉的小表情這個細節真的很好看 哇為什麼你隨便剪剪可以剪得這麼好看呢 而且卡拉的眉毛畫得真的很好看 哇又到了我最愛的環節機 是的 在這個地方我一周末呢 選了個白色 其實他說是白色呢 應該我覺得偏銀灰多一點 還是染的比較自然那種 真的很OK 然後二周末我想 哎呦白色玩過了 我來換個黑色看看 黑色呢 也是很好看 而且我個人覺得比較低調 但只是想想 在底特綠的話 黑色可能反而不低調 可能那種棕色或者金色還更 更自然一點 我也不是很懂 然後但是 但是線條不知道為什麼 把封面圖的卡拉畫成了金色 畢竟他不了解這個遊戲 看這個宣傳海報上是金色 就畫成了金色 所以這一周末呢 乾脆既然我覺得也是一個緣分啦 就官方既然是金色 線條也畫成了金色 我們這一周末 就走它個金色路線 雖然我內心是喜歡黑色的 好的 最關鍵的圈圈 也是最沒說法的圈圈 也是最沒說法的圈圈 這圈圈的唯一作用就是讓 仿生人的主人 了解一下仿生人現在情緒穩不穩定 說口就口 好看 回去找艾莉絲 等一下 這個還是看一眼吧 天了咯 這個怎麼都死了有一個月了吧 都灰了 媽耶 還是不要多看了 我覺得這種鏡頭 在視頻裡還是少出現好 就保險起見 唉唷 早知道不拉開了 算了算了算了 天了咯 我看到了劍膜沒有讀出來的樣子 雨中熱情的漢客了解一下 好想有點道理 好像有點道理 天啊突破鼠 天啊突破鼠 作為人類我是拒絕的 但是這裡我還是坐下吧 為了安撫雷伏 吃大媽的 那比較好 Ralph 去了很多問題 找到小女孩去吃東西 她不會拒絕 都跟你說了 會不會 Fa K啊 Fa K啊 Fa A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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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了什么? 她说她不能等待吃它 她很饿了 这小人也不会忽然 Raf找到最好的 最大的一只一只 他找到最好的一只 为什么感觉还活着? 这就是细菌 细菌 走 吃 有没有考虑过突破树的感受? 吃 吃 吃 还是续张声是吧? 不要瞎问 我们现在要站起来 然后我们要离开 Ralph 没有 然后你不会离开 直到Ralph说了 你说 你想像个家人 Ralph 父 母 小女孩 记得吗? 父母 父母 永远不会把小女孩 用刀子 让她吃 卡拉 嘴炮十几 太会了 Ralph 有很多问题 因此 他只想小女孩吃 好 好 完蛋 这边真的是神他妈扶笔 进来的时候 勾到一下 好 卡拉的蓝血 就沾到那个篱笆上面了 然后就被康娜找过来了 也太巧了一点吧 你其实为什么汉克你不过来啊 天呐 就站在外面 只有康娜一个人 不知道怎么钻过来的 有可能是爬过来的吧 那就很溜了 天呐 整个DPD 只有我一个人在干活系列 怎么外面还是在下雨啦 我以为已经天晴了呢 还慢慢走 悠闲 偷看 偷看是嘴掃的 还不是看 仿生人在屋内 一个雷夫不说话 我进来咯 紧张 先扫描一个 雷夫这一行 长的是真的好看 不稳定 是真的不稳定 中等 红圈 自毁几率 中等还是蛮吓人的 那档案上有这个 有一个 失踪的园丁吗 有点不太记得了 如果有的话 怕不是就是你啦 都不知道这个怎么弄伤的 其实还蛮让人心疼的 找出仿生人的压力来源 这个地方还蛮好玩的 先问问看 还有什么 有另外一个人 有其他人 有其他人 不 这是 有其他人 你有看到嗎? 我沒有看到任何人 別害怕 我不會傷害你 樓上那個屍體相關的東西倒是沒多少 說起來樓上那個屍體能不能看啊 玩了三週目了我都沒上去看過 看看桌上 桌上很明顯啊這麼多碗筷 你外面是不是有人啦 桌上有三份餐具 能不能上樓來著 我看看 可以上樓欸 沒說謊 瞬間縮小了這個搜索範圍 當然啦 我當然知道他們在哪裡 沒錯 這個其實還是蠻簡單 但是這個系統還蠻有趣的 哇越往這邊走壓力越高就快爆表了 那麼很明顯 趕快走 趕快 這就是你們讓康納一個人調查的結果 康納 倒下去的時候挺傻的 康納,什麼事? 它在這裡 叫它進去 哇,現在你知道來了 哪一路要走? 那一路 他們要向車站 我猜這些小警察也是非常的不靠譜 光止路都沒人追的 看到跑起來的樣子還是挺帥的 好像還是有點慢 哇,你也是 完全沒有人在幫忙 逛直路 不幫忙追的 DPT沒救了 不要撞,我們需要活動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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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急 很想追 但是 卡拉是真的溜 Are you okay? 这边这个选择不追的选项还是很溜的 就是一石二鸟一箭双雕 一是可以放过卡拉和爱丽丝 二是对 哎呀我们吃管言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